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都这三年发生了无数离奇的案子 杀人了! 谜底 也只能由我来揭晓了 李炳 你既然回来了 就回大理寺吧 陈灵旨 大理寺管理刑狱案件 估计档案 大理寺本案 你来神都是为了找兄长 可我一起回大理寺 想做我的随时疏离如何 李炳 那会儿不合了 出案子了 尸体的样子 非和如此怪异 那个案子属金额卫管辖了 大理寺就不用插手了 你们的手连身太长了 金五位想要隐瞒的真相 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多 但只要我在 你们在 那大理寺 就不一定会找到真相的 游戏开始了 他们 破不了 这一路上的案子 都想有人故意听到吗 你到底是什么人 想知道我是谁 打赢了 打赢了 我就告诉你 哈哈哈 你能把刀放呀 逞英雄是吧 那我先拿你开刀 放眼刀 别急 这回事 对 好 你 死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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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3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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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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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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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大利子 大利子 出手 别动 你们两个就是这么办案的 山鬼少警 你 你怎么来了 看看你们什么打的 哪有打大理寺观察的样子 简直不可理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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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阳 你上天吃着的饭 你上天吧 这大理寺别按哪儿打还好好看 小妞 你没事吧 水灯了吗 水灯了吗 这天儿都换谁了 你咋害个外边弯啊 你瞧啥面啊 别耍着了 这事人多个真气味 小妞都别按那儿抛了还 安倩了 安宝子了 小妞 小妞是个贼 小妞 重来 怎么 Old 小妞 早 你咋要 我 fer 这 别英勇了 好 太英勇了 大力哥 你看什么能杀 powiedzieć 呀 谁让你杀去了 师父 把你撒 老áp 我 是 这好看啊 这啥东西啊 管用意思了 这是纠着的呀 这又是啥啊 这是鞋 那快厉害了 这又是啥意思啊 乖乖乖 你还会写字啊 可 可还不是人字啊 这是啥啊 你打栗子 他果然厉害了 打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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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这 你 你 这是 醒了 那 哪里是呀 我是大理寺的人 只不过出场有点晚 你之前不能算见过我 这是大理寺的腰牌 那个案子已经结了 就没事了 没事了 那 那案子走了 走吧 那机位了 谁啊 有个护人 是上挂了客套东西 鼎鼎都拿来 走路都打香 还有个划个多来管也 还有个不说话来拜脸片 你说大理寺那几个人呢 他们还有别的案子要查 你就不用担心了啊 行 那大理寺啊 可令了 这要是那羊肉该多好啊 你还想养那只猫 那 那大理寺可痛任性了 那一看就跟憋了帽 弯不到一块去 拿它自己弯的话 那得多孤单啊 所以要有人照顾它 有人配到弯的话 那就不孤单了呀 对了 对了 官爷 俺还不 不知道 你来打面试试 不用跟我这么客气 我叫李炳 炳 炳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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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给您多馄饨去 好嘞 谢谢啊 你 来 你们这儿交拌肉 不是一项用的最嫩的里脊肉吗 今天怎么换成五花肉了 不是你们老板做的呀 您的自身厉害 我们老板不在 这是我们老板娘的手印 我们老板今天早上去西市采买 这不还没回来吗 今天早上吗 老板娘说的 王老闆不是独身吗 什么时候有老板娘了 去年刚需的鲜 你慢用啊 陈氏 别迟了 走 客官 你 你还没回账呢 账倒是不着急 你家老板啊 可能出事了 什么 你胡说什么 你想吃白屎啊你 你小点声 你方才说 你们家老板早上去了西市采买 王老闆对食材十分注重 即便是每日剩料 也绝不会再用 但刚才的王沐凡 口感僵硬 色泽暗淡 一看用的就是隔夜晨饭 你作为一个跑堂的 不会这个都不知道吧 这也就是说明 从昨天打烊之后 老板便不在殿中了 那老板娘为什么要说谎呢 老板娘比老板年轻很多 对吧 是 还经常吵架 是 您怎么知道 刚才的盘子上 隐隐有山流化汁的味道 上官少卿 你所说的人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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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少卿 人和猫呢 他说的 人犯了 圣灵 他说的人犯了 对人犯了 你也算不在地上 他说的 人犯了 还不在乎 我不在乎 你不在乎 自己还不在乎 告辞 他说的什么案子啊 什么案子啊 什么案子啊 十日前 出现了妖猫杀人案 案情扑朔 死者尸体悬挂于朱雀门 再过几日便是孟春 陛下四股于明堂 此事体大百官皆致 必经朱雀门 此案件大凶至极 也伤了朝廷的一头 不错 你明白得倒是快 竹丽庆典的上述大人 将此事交给了大理寺 这其中少不了邱卿之导鬼 这案子明明发于神都 却偏偏押给了大理寺 让大理寺来顶投风 不过是欺负我大理寺 没有当家人 只有一个少卿罢了 大人 此案重大 既不是我们明镜堂接手的 好像又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我们就先告退了 怎么没有关系 你们采生哲歌案里 不是抓到一只猫吗 那猫凶得很 来历不明还十分妖异 接着就莫名其妙地悦了欲 还是在你们明镜堂人的手里悦了欲 大人 不就是一只野猫吗 你怎么知道那只猫不是妖猫 还有那个陈石 你怎么知道它没有座位 不是同犯呢 我 你什么你我什么我 既然这猫和人都是你们抓的 也是在你们手里丢的 就理应由你们追回 限期三日 若是你们明镜堂的人追不回来 我也没有办法向尚处大人求情 大理寺岂能容忍儿童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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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那个那个叫的东西还有没了 别别太味了这 你别 你咋喜欢酒这一个呀 怎么了 清口怪清口 怪奇怪的 一股清晴味 咱想想 猫得喜欢这 对 你呢 藏了老皮 酒我习惯了 对 刚才插的杂样啊 那展颜法 咋弄来啊 那个凶手啊 细做的还真挺足的 且不说丈颜法 咱们先练问题 联误问题 破案情就是破题 所有的案子 都是由无数的问题组成的 把问题解决了 案子自然也就破了 妖猫 妖 一般是说 用妖术来迷惑世人 被妖怪给吃了 被妖怪吃了 杀人并抛尸 如何做到的 猫 尸体上 明显有被野兽撕裂过的痕迹 这并非是人微 有可能是障眼法 但 猫是什么 而且这一切问题的前提 为什么是妖猫呢 她又绕回来了 这个世界上 奇怪的事情有很多 但是我相信是 是没有妖怪的 三年间现实两次 三年前 神都的好多人 不明不白地就不见了 后来 超廷找了个法师 自从这法师做法以后 确实再没有人失踪了 想要搞清楚 三年后的妖毛 那就得先搞清楚 三年前的妖毛 还听他们说 神都一致都有 妖毛的传说 有人痴人杀人 说了幽闭子的幽眼儿了 至少在我离开神都之前 是没有的 你不是刚爱神都吗 你从哪儿听说的 打鼠地 哪棵打鼠 就是安在附近 蹬你来的时候 鼠地有个 酸敏贤人跟上说了 等会儿 北楼还在探那儿来啊 快了 坏了 冰爷 安 对了 冰爷 你刚才开始 那莲瑟就 拐下人了 不管是为了小桓 还是为了你 我都要把这个案子查清楚 等等 冰爷 你和那些忽乱定案人 都不一样 你原意替安班事儿 原意替肖瀚他爹套拱到 你脑子耗食 您穿凳 你就一定能 你这个人哪 陪人太清醒 又过于善良 以后在神都要吃亏的 但你有法 一个人在桥上就那么谋了 又突然出现了 撂冤了城门上 不是妖怪 咱能做到了呀 大概是被妖怪迷住了吧 你说啥 这些所谓妖怪 不过是障眼法 不仅在眼前 更在心里 人心里一旦有了妖怪 偏会被妖怪迷住 怎么也看不清真相 说出来不稀奇 但是不说出来 便会悬之又悬 在这里出现的所谓妖怪 就算再怎么匪夷所思 也是一个道理 哦 冰野 那你知道才会是了 将军 此处 已经勘愿多次 并无神发现 将军为何还要来此 说是要查 多少得装装样子吧 将军和尚书大人 定了三日之约 可有什么 是属下可以效劳的 这三日之约 是给大理寺和上官勤准备的 只要他们三日内破不了 这等于是我赢 如今已经过去十日了 无非再多等三日 我赌他们 破不了 将军说得极是 到时候那个少卿 由你来做 多谢将军 不用谢我 也不完全是我的意思 那也要谢将军的巨见 一定是我的事 睦 你问我 我说你怎么会在家里面 多谢我 我们去 我中部 我只能看你 但你怎么看我 难道 好的话 我想你给你 国民正大的走 兵爷 那不是说低调吗 那么不是 可安挂到枪上 到时候被罚见了 那可咋办啊 他们不会认出你来的 出为啥呀 因为你穿着这身衣服 寻常人不会记住棺材 长什么样子 面对那些棺材 他们的眼神都会有所闪避 来 图兴你看 咋会这样啊 因为你代表的是法 代表约束和制裁 对了 兵爷 你哪知道 萧桓那家给哪儿了呀 小桓 波浪谷借给哥哥看看 这是我阿爹做我的 你小心点 好 寻常波浪谷一般是牛羊皮制成的 而这只就是马皮 一般做波浪谷的 哪能搞来马皮啊 想必挨着车马行 这上面的颜料虽然开始脱落 但不难看出 不是寻常的水墨 而是细班子里画脸的油彩 在神都又要做波浪谷 周围还有车马行和细班子 只有一个地方 修理方 其余的就好看小房还记得多少了 有没有什么相熟的街坊 大哥哥你真厉害 平夜这叫弄管叉 砍别人砍不到了 还有又是脑子厚 只不过是对得戏这身衣服罢了 走吧 来 邱将军 李禀 好久不见 邱将之 快将我先放下来 邱兴之 邱兴之 此人是妖魔案的真正仪凶 如今已经认罪伏法 你还等什么呢 你真的要听命于他吗 快将他们都拿下 我指之今日是上行大礼 你们当街挟持礼官 耽误之礼便是违律 至于你说的其他案件 我不清楚 来人 拿下 少议在此 来 朕预览三年前 失踪案血状 并妖猫已案 颇有不进不实之处 事令在查务必厘清 礼部尚书暂此其职 入刑部候审 令 宣前大理寺卿之子李禀 进宫觐见 吾皇万岁 快走 进去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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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回儿 这是我所有的东西 女后的背后是谁 看一眼就会明白 其他的所有人 都在猪泉门附近隐藏了 看看 小冰爷 小冰爷 公道 不要骗我 小冰爷 小冰爷 快上来 何人在此装神弄鬼 装神弄鬼 这话从尚书大人口中说出 也算是恰如其分了 你是何人 你不用管我是谁 只需知道我是代表大理寺前来就好 大理寺 你与何为啊 三年前的妖猫案 大人给个解释吧 此案与我何干 大人何必在我这装糊涂啊 妖猫不过是幻术 而大人正是辩戏法的人 信口辞皇 你好大的胆 当街劫持命官 是何人受益 你可知这是多大的罪吗 恐怕也不及大人的万分之一 三年前你暗中差余后 掳走了翁氏信班 炮制妖魔谎言 以图掩盖神都中的失踪案 其中的缘由 和失踪之人的死活 大人今天须得给个交代 凭什么 他人这么有恃无论啊 无非是觉得人正和物正 都自信已经完全母出了 本官今日执大礼 本官若不出现 全城的禁军都会来寻 不知 你想过后果吗 禁军干不起 你想要干什么 相处大人 此案尚有原告在世 他不仅是原告 更是仁正 就由他来问话呢 既然妖猫之说 出自大人之后 那最后死于妖猫作祟 恐怕也没有人会追究他 我跟这老虎也不算熟 时目之内尚有的是我 大人紧快 大礼寺以法为准 以律为神 以证据为先 但律法之外尚有报应 大人身上背负这么多条性命 就不怕冤魂所命遭报应吗 去 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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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问你 所谓妖猫 是否是杜撰 是 孟是戏斑 可是你暗中派人掳走的 是 后来如何 我 如何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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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宣识 跪 是 是 前大礼寺清之子李炳 破妖猫一案端锦鸡鸣 辟资良栋 有若言媒 堪为骨耿之臣 受至大礼寺少卿 主礼明镜堂事宜 急于携从人等一应有功 谨言 行礼谢安 拜 起 再拜 山呼 做 凯 天 徐将军 还真是好久不见啊 有何事 不如 就在这儿说 这鱼丝 少卿重回大理寺 可喜可贺 之前这妖猫案中 多有得罪之处 还望少卿无关 能不能直接说正事啊 这妖猫案中 还有很多未解之事 精无畏自会处理 就不劳李少卿费心了 我面见圣上之事 我面见圣上之事 圣上清命我将此事查清 不知邱将军奉的是谁之命 这京阶之内一应刑案 皆由金无畏所管辖 职责所在 与圣命并不冲突 大理寺负责审定 天下刑狱案件 即便是金无畏管辖的案子 大理寺也有复合审议 专断之权 只是很可惜啊 少卿并不是大理寺卿 还没有专断之权 此案的嫌犯 原理不省书 先就在刑部狱中 我想恐怕邱将军 也无法阻止 本少卿奉旨审审审案吧 看来李少卿还不知道啊 李部尚书 已经在牢中服毒自尽了 你说什么 只怕是少卿审无可审 之后的事情 还是交给金无畏来办吧 告辞 告辞 塔利子 你找你磕多甜了 你咋给这儿了呀 不是 你手上了 你滚 塔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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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了 等等啊 塔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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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了 别跑 哎 哎 哎 您给这儿了呀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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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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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 冯特 毛衍 毛衍 你跟二人登上 安大都一泛 都上个� report你啊 坐 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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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是谁 啊 对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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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走 安石来 绑你了 你是 安石 安石来绑你了 绑我 淡了 好了 不淡了 哪儿的呀 安石打理死了 这个怎么就跟包了皮似的 谁敢当 就是新少卿的人 就是给咱们送包子的人 你可不知道 这人一天可热闹 你太脏了 接手 而且大理寺的案子 多半与人命有关 人心鬼欲 很多案子的深潜 不到最后 其实很难平定的 说得轻巧 大理寺的案件那么多 不分轻重缓急 怎么可能查得完 但是我的 Ebene 谁有拔 这也是 你不是在这双 那是她的 假设是 以为此 你怎么会受过 我得该被判断了 怎么会被判断 也不错 极了 凤凰 柏山 而你都没判断 这怎么说 乎你 这世界 那就是早有默契了 我看完了 我们出去吧 这书你不用带出去吗 我记得住 倘若还需再来 还得麻烦神官收集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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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力 给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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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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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再来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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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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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哥以前啊 我还真搞定 客官请 你和前大理寺卿是什么关系 他是我父亲 据我所知 李大人的公子 护送大人的灵酒回乡后 就没有音讯了 看来殿家的确不关注大理寺很久了 我的确是礼兵 先任大理寺少卿 可是 殿家以前是刽子手吧 你下刀的姿态 握刀的动作 都有过去的影子 你握刀极紧 举刀有膏 其实会更费力气 但你不曾察觉 这是习惯释然 其实想要脱离过去 但也难免会选择 和自己秉行相近的职业 见惯了血腥 突然见不着了 也挺不习惯的 早听李大人说过 自驾公子敏锐过人 我还当李大人虽贵为大理寺卿 也免不了像寻常人家的父亲一样 会对自己的孩子忍不住自夸一番 没想到 亲日一见果然如此 此次前来 是有事请教 别人能帮得上忙的 公子尽管说 好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 劳承鄞犯人的编号 可知道是哪位犯人的 我死都会记得 只是 一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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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前 圣上下了圣旨 废除了斩首之刑 我便抛去旧业 见老成盈 充当了个狱卒 老公 从前 都是和死丘打交道的 所以放到寻常犯人里 他们看我也像见了阎罗一样 都畏惧得很 看着什么看 庚夫张大 现在人在何处 他脱发急症 身体不适 已经告假回家了 别碰那庚壶 我们绍兴就是看一下 这庚壶修补过 有人有水银 在庚壶中做了手脚 让庚夫误判 从而得以篡改时间 张大应该是无意间 替人做了伪证 况且水银有毒 看来张大的急症 和水银脱不了干系 我正就去找 修吴鼎的工匠 等等等等 拉我干吗 这个工匠 应该不在家里 而是在大理寺 我查案的时候 见着工匠的手艺还不错 我就让他今天去大理寺 补补吴鼎 咋样 行了 那 那慢点 放心吧 啊 给你敷住了啊 行了 再上上几天就可以了 不关了 你再慢点 小心 小心 按捷住 按捷住 你把东西接下去啊 重 重 重 来来来 来 放 再放 解住啊 好嘞 再放点 再放点 好了 下来吧 好嘞 按捷住 行 慢点啊 小心 慢点 好嘞 好嘞 行了 行了 这回可以了 我口渴得很 能不能给口水喝 不好意思啊 按捷忘了 对不住啊 现在给你拿去啊 你 你过来 你跟这儿站住 别让他跑 马上轮回来啊 别动 别动 你敢谁接动 歇 歇 别动 别动 废话 把他交给我 我就放了这个傻子 你说谁傻子呢 是可杀不可辱啊 闭嘴傻子 你 别动 这事不可能啊 不是咱们换个条件 你把他放了 我让你走 我 我把他放了 放我走 你以为我怕死 看来你们是 看来你们是 不了解情况啊 我告诉你 我既然做了 就不怕你们 谁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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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你还要调 贵大人 此人刚毕命不久 因流血过多之死 最凡用力气 在其胸膛 留下了十几道伤痕 皆深可见过 手段 极其残忍 来 狱卒 怎么回事 少庆大人 这 小的也不知道啊 此人刚刚还好好的 小的就是出了个宫 回来之后 这人就死了 对了 我走的时候 有一个寺里的兄弟 说要替我照看的 大人一问便知 那替你看手的人呢 他说 他姓花 叫花之一 这 这大理寺最近也没来新人啊 那新人就 陈诗一个 愣是没听过这叫花 花之一的呀 花之一 一句话 那人长什么样子 回少庆 小的 小的也不记得了 很奇怪 那人突然之间冒了出来 而且 而且 自从他给了小的 一碗水之后 小的就迷迷糊糊的 他说什么 就是什么了 大理寺果然是法度所在 再押的犯人 竟然都死在自己的牢里 是 那一碗水之后 你还看不见 你还看不见 你这才能死 是 看不见 本将只是就事论事 无论是犯人还是什么人 既然死在大理寺 大理寺自然便有嫌疑 若说这整个大理寺 包括在场的诸位是凶手 也并非全无可能 邱将军如此推断可以 但若是没有证据 这便是构陷了 方才人在遇害时 邱将军已经无畏 也在场吧 那既然如此 此案跟本将军更有关系了 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 本将和手下的金吾卫 都不便离开大理寺 如果没错的话 这血字便是线索 李绍卿素有妖饼之称 最善大了 不妨让本将长长见识 看你如何找出凶手 恐怕不行啊 李绍卿 也有为难的时候啊 因为将军手里他 是线索的一半 方才大人率不来 我大理寺要人之时 有人在我的门边 留下了另外班长 恰好能与将军的拼在一块 这是什么 像是外邦子 是 李少卿 邱将军 少卿怎么来了 将军何必明知顾问 也是 凭少卿的才智 单靠那几个字 能猜出来是这儿 也不足为奇 不仅如此吧 原外郎和礼部圣书死后 背后隐隐有杀手的痕迹 此人行事乖整 以戏耍别人为乐 你来得实在太过及时了 是否你马将死时来提人 还有最后这张血字 不是从死者衣服里找到的吗 死者胸前都是血迹 但纸上 却丝毫没有沾人到一天 黎少卿 我只是查案拿人报了 只是查案的话 将军又何必孤身一人来到这儿啊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是你当年逃出的那个奴隶营吧 别动 别动 你 你是谁 奴隶营中逃出来的 你怎么知道 你身上全是油漆味 指甲里也都是油漆 像这种漆活 只有在南城的奴隶营中还在做 而且你手上这么多老简 应该是做了不少年吧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 听到门口有循玑的在喊 不会就是在抓你吧 你别报官 我在这儿藏一会儿就走 报官 你知不知道我爹是谁 吃吧 我还想 可好吃啊 怎么样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对挪戏也感兴趣不过是看着这些面具觉得精美罢了戏子戴着面具齐舞看似犯鬼实则仇神 谁知道这面具后边是什么呢 这位是兵部尚书上官联大 说起来跟你们大理寺还有些渊源 他就是你们大理寺上官少卿的父亲 将军 达里寺少卿李炳求见 个缓带 来 有 死 我 要是 给谁 你的 自你从军营回来之后 就唯恐对我们父子避之不及 李少卿还有事吗 大理寺行事一向光明正大 既然将军新款已出 希望日后 金吾卫与大理寺井水不犯河水 将军的手别伸得太长了 那也由不得李少卿 我们就事论事吧 属此真好 圣寿节 圣上会在宫中设宴 金吾卫会为此步伐 分身伐术 想必在宫宴之前 我与李少卿也不会再见面了 人家继续写 《光临说》 小卿 太有样了 你敢把孩子跟超过了这么多公物啊 批批批 批呀 真批呀 你娘让你批你就批 批批批 看这孩子圈儿画了 字人也写得比我好啊 可不 人家是少卿 各位 是这样的啊 虽然呢我是你们少卿大人的高堂 但呢我们也是平民老百姓 这来了呀 理应不该打扰你们公物 这样我和他爹呢 自个儿到院子里去转着 好好好 你们该忙什么忙什么 你们几个 带我爹娘四处转转 好好好 精彩 快点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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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娘 朕经从没有见过 这样好看的戏法 来 快把我那对 我最喜爱的宫灯拿来 我要赏他们两个一人一支 是 好 达里斯和行思在笼墨室大肆看是 凶手有所警� вам簽 来了来了 来 别 谁 别 别别 快来 救他吧 别 让人 别 别 京卫 怎么哪儿哪儿都有踏 跟苍蝇似的 轰动都不走 走 是你 这 李炳 大理寺少卿 许久不见 看来你也在案中查回 你怎么会在这儿 别动 少卿 你逃不掉了 少卿 京卫的人 这 是 李少卿 邱将军 你来干什么呀 一早听说码头发生命案 京卫为维护神都的治安 自然要来看个究竟 这刚到码头就看到大理寺 放火兴侍警 大理寺有难 京卫卫自然责无旁贷 少卿可是有什么状况 多谢邱将军好意 大理寺有自己的职责所在 不需要京卫从旁协助 我之前跟将军说过 你们的手别伸太长了 回大理寺 是 所有船长都问过了 没有任何一说说自己丢过东西 这可说不通啊 可你得用人撒谎 要不我们找个外国人试试看 有道理啊 你们这儿老乡见老乡说不定能问清楚 走 走 先过去吧 走 这儿老乡清楚 没有尾巴 不忍耐 我会给你 帮他 但是小伙子 不要再做 都可以一个小伙子 走吧 到两个小伙子 早餐 固然是次第污影三百辆 怎么说呀 他说这次货商的船 自从半年前喝到玉籍一来 就进场背头 而且还专门偷价值很高的船 不过每次丢的 都是九牛义卯船主的装笼作业 不过最近货物之前的船 都尽量不来这个码头了 是这样啊 他还说 不过千田夜里的时候 他的摊子被露水大使了 睡得不好 进来方风 看到一艘船厅考过 可行吗 怎么不行啊 他们这个货厂啊 肯定有他们不成文的规矩 咱们这么看就是坏规矩 他们不可能坐视不理 一定会有所动作 只要他们今晚对阿里巴巴的船下手 那就是瓮中猪鳖 可他们要是对你我下手呢 哪怕什么 他们再怎么下手 能抵得过您老人家出手吗 你绝不觉得这里有蚊虫啊 没 没你觉得呀 我好像被咬了 哪儿 这是 坏了 你怎么对自己出手了 他 他 我 你怎么对自己出手了 你怎么对自己的 你可知我们事 想了啊 儿等萧小 快把你齐言放了 你可知我们事 闪钗 想射套让我们钻 未免把我们想得也太简单了 这种捉探子诱敌的伎俩 简直就是小把戏 别动 你也动不了 你当过兵吗 你怎么知道 你这把人的手法是军中人用的 知道的越多死得就越快 你们杀了刘福 杀了石皇的九花子 现在还敢杀官差 杀一个也是杀 杀多个也是杀 打仗的时候我们也没少杀 咱哥儿仨的命都是捡回来的 还差你几个官差啊 你们 你们人 人美少许一管千少 你们既然能识破我们座位的方式 证明你们平日里看的不是传青牌 或不止是 你们还有别的联络方式 你们一开始就猜错了 怎么就猜错了 想到明白鬼啊 快输 还是糊涂点好 走 我们怎么了 你们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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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堵上 你们堵上他 少青 我们的脸上好像被人割了 船飘出去了 不好 好 没事 闪开 闪开 进屋吧 闪开 opportunity 到他上去 来 打他们上来 让让让让让让让 让让让 这是 你怎么才来啊 这要是暗上有人借用 我不知有这么惨啊 安 安赖了一目用啊 料想欲我 料想欲我 你 你别听他们说 他们就是心情不好 拿你撒气呗 你们怎么支应的 把金屋卫的人都支应过来了 不是啊 少庆 金屋卫原本就有许多人 一直传染病一手在这儿 咱们这儿刚一有动静 他们活把就全踮起来了 邱将军一眨眼就 就到了 木已成舟 你一下 就看少庆怎么说了吧 李少庆 事到如今这祸场的案子 总该交给金屋卫接手了吧 此次能救下你们明镜堂众人 也是举手之劳 不用严险 守株带兔 将军好计谋啊 那是因为相信你 不会放任任何一桩案子 迟迟不破 当然了 也是为了码头的治安考虑 所以暗中派人巡护 既是如此 这几名贼人我可就带走了 带走 我根本就不知道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我只知道 当年打仗的时候 有一队军官 冲进了我们的营帐 搜了个抵朝天 而这东西 就平白无故地出现在 我弟弟的床铺上 我弟弟 就被判了一个 贪污战利贫 倒卖军须的罪名 就当着 被军阀处死了 放开我 不是我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东西 根本就不是我 哥 哥 救我 救我 大人 大人冤枉啊 我们苦战多日 昨天才小生一场 捡回一条命 他太年轻 求您 饶了他这条命吧 我弟从小 一个谎都没撒过 他怎么可能偷人东西呢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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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了他吧 饶了他吧 大人 大人 是 这军官 咋真才人啊 一点儿捣驴都不减啊 这荷包 是我俩出征前 阿娘亲手绣的 阿娘的眼睛不好 她对着油疼 绣了两宿 他说 要保佑我们百战百胜 不求义尽还乡 只求平平安 没想到 没想到 我们没有死在战场上 却平白无辜地 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 不禁这样 由于我们拒不认罪 明明我们出生入死 攒了不少军功 却领不到一个子的响音 退伍之后 更是求生无能 大哥 那 那阿娘了 阿娘的眼睛 早就哭下了 他们不是冤枉我们是贼吗 我们就做贼给他们看 世道不公 这点清白 能值己掉钱 能抵我弟弟的命吗 但是我 怎么都没想到 罪魁过少 竟然是刘福 我们怎么可能饶了他 大伙儿 大伙儿 大伙儿不喝了 出汉子了 上官少庆和毕业都过去了 快快快快快 上官少庆也去了啊 快快快 快走走走 就是前面这个院台 快快快 死者是何人 死者叫秦丸 他是国子祭九 秦叔的胞弟 此处啊 是秦家的别院 不然我们也不可能 请你们大理寺的帮忙啊 国子祭九是啥呀 国子祭九是官名 主管太宣 就大伙儿呗 好 什么人发现的 是猫 是这附近的一个住户人家 在天快亮的时候 听见了猫叫 什么时机了还弄猫 是猫叫 什么是猫叫 是猫叫 这是遭劫了 太奇怪了 这死者死也奇怪 在里面 那这现场可就劳烦你们大理寺了 辛苦 小心 这不是咱大理寺的巫作吗 他是老赖了呀 还能不能看见他 老白是大理寺最神秘的人 你不用问他是什么时候来的 也不用管他是什么时候没的 反正你需要他的时候 他一定在 是 崔北 你在太学的时候 不是经常能考第一名吗 要不然 你来问话吧 我不善问话 还是在外面等你们吧 你不见见同学啊 我在这里等便是 走吧 大理寺办案 想请教各位几个问题 你们认识秦婉吗 秦婉 国子祭酒的弟弟们 知道 没什么印象了 除了说话结巴 他不是退学就成亲了吗 死了 听谁说的 是什么 不认识啊 后来在大街上我还遇到过他 大便样啊 也不结巴了 我还纳闷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不知道 别问了别问了 大理寺 难不成 你们是和崔北一起的 怪不得啊 崔北能在太学考第一 这么一看 他才是太学里最聪明最正常的 是 秦婉 没想到 真是没想到 这秦婉在太学读书的时候 情形如何呀 这个 这秦叔秦大人呢 是您的顶头上司 您不方便开口 无妨 我们哪 绝对保密 对 您照实说就行 要说秦婉怎么说呢 除了天资略差 其他方面还是不错的 身形沉稳 不善交集 这也和秦大人的管束有关 这秦婉在太学 可曾有服食的毛病 服食 二位这是说什么呢 其一 太学是什么地方 怎么会容忍这种事情 其次 秦婉是秦大人的胞弟 他怎么敢 如你所说 秦婉真是一个无趣的人啊 这么说倒也不是 什么意思 秦婉 平时不爱表现 只是有一次 休暮假日 我有一点私事来学堂 竟意外听到书寺内 传来一阵琴声 那这秦婉谈得如何啊 很好 高山流水 风轻月寄 只是有一丝郁郁之气 和他之前的性格 真是判若两人 大人 您知道秦婉 因何退学吗 这个我便不好多说了 二位还是去问问 红炉寺的四卿大人 多谢大人相告 没事 我有什么说什么而已 二位 你们可知道崔贝 崔贝 他就在我们大理寺了 他现在可好 大人怎么问起他来了 崔贝当真 是个不一般的学生 我听说他后来去了大理寺 便问问 崔贝很好 大人不必挂怀 不必挂怀 谢谢啊 大爷 没事 菜签付了就行 那好了 小伙子 谈究说还大胆一点 别鬼鬼祟祟的 放心吧 本身二两期 历史三厘 七十半年 本期一共还四两八 你这连利息都不够啊 要不这么着 你们家不是有两亩地吗 我不要你的地 你呀 把下半年的收成折给我 我算你办三个月的利息 怎么样 琢磨琢磨 好好好 早点回去啊 好 你是留钥匙 是 这位贵人找我有事 典当还是借钱啊 这借条 是在你们这儿开的 这什么情况啊这是 秦婉和杜成都死了 这个真是没想到啊 贵人 是 不会以为我杀人吧 没有那必要 实不相瞞 干我们这行的啊 贵人 活人才能要炸 死人上那儿挣钱去 再说了 他们押在我这儿的东西 还有饶头呢 什么东西 莫非 是秦 贵人想知道 说 说 那不能白说 那个贵人怎么着 也得意思意思点吧 意思意思 你人想管我要钱 多新鲜哪 这事儿对贵人重要吧 但凡重要的东西 他就值钱 勿有白说的道理啊 我可告诉你 我是大理寺少卿 抵在你这儿的东西 和命案有关 有可能是很重要的证物 你理应帮助大理寺办案 明不明白 明白 命案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就是一个正经守法的商人 我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生意人 这总不违法吧 你 来人哪 大理寺少卿要打人了 你干什么 跪跪跪跪 给钱我 放开 放开我 不给钱我说什么 给我等着 小气罢了 我 我 在里面 我 有 我 我 你 我 你 可谁想到 会一语成辰呢 我当时看着二郎 心里竟然没有一点点难过 全都是恨 所以你要报复 一开始我只是觉得蹊跷 为什么秦婉刚一回到家 杜成和那个药贩子便能找上门来 于是我找到杜成 用秦婉留下的药引他说出了实情 我真的没想到 只是渡成和那个药贩子的 根本就是秦叔 而一开始 给秦婉服食的 也是秦叔 怕的时候就怕他吃了 秦叔给秦婉吃的 便是他平日里服用的五十散 而秦婉离开家之后 他也一直见识着他 杜成就是他的眼线 而那个药贩子 就是平日里为他治五十散的人 秦叔 一贯秦叔 一贯秦首 傻得还是秦婉 他一直还以为 秦叔是一心为他好 哪怕他离开家自己治五十散 也是想要炼制好自己的药 可其实 他根本就没有病 而所谓的药 根本便是毒 我一直都想不通 觉得这个案子背后还有个人 原来是你 你和秦婉自小就认识 是他的婢女 后来被逐出了秦府 因为秦叔觉得 你可能影响秦婉的血液 让他待遇兮兮 那根本就是秦叔自以为的 二郎他只是爱秦 根本谈不上兮兮 使他容不得二郎一点点自由 那秦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他很好 秦谈得很好 说话也很好听 对 性子弱弱的 可是他除了秦坛的好之外 其实 性子有一点慢 读书不太成 不过他也不喜欢 但在秦家 这可不成啊 是 会被打 这 秦如很大的 对 就没有一样是秦叔看得惯的 就因为他 二郎慢慢地就变了 说话变得越来越木囊 人也越来越不利索了 有时候 他甚至连秦也谈不了 因为他的手被戒驰打得太重 可这样就算了 秦叔还要砸掉他的秦 我也因此冲撞了他 所以被赶出了秦府 后来呢 什么时候再见到的秦婉 那天他抱着秦 衣服也都被撕拉了 鼻青脸肿得进了门 我差点都认不出他 我这才知道 他被赶出了家门 被追债的追得无处可去 才来找我 我又生气又心疼 于是我把他锁在屋里 锁了七天 帮他把事给借了 贫道方才竟一时失了神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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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人不必难过 神毒道观众多 若你不嫌弃 我可以代为引荐 让你转头他观 不必劳烦 你我只能啊 照顾一个小小的道观上考 换做其他地方啊 可能还不适应呢 真人过千了 不过到底是不适应 还是不方便呢 这话是什么意思 贫道没有听明白啊 若你真想在这荒山野观中 一躲到底的话 真的不应该放这把火 放火 君士的意思是我放的火 我怎么可能烧自己的道观呢 如果是被逼急了呢 那人是前些日陶狱的犯人 他为何不为路远 专程来你这儿 原因你心里应该清楚吧 逃犯 他是来找你的 原来你们认识 不只是认识吧 也应该还是关系匪浅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是就案同谋吧 你曾在这儿 难怪官府的人找不到啊 是不是误会了 是不是误会了 等我说完你再边界 你俩应该是结了一批官营 然后在分赃的时候 他被捕了 你逃了出来 带走了全部的官营 就躲在这儿 成为了一个野道士 我有说错吗 君士 这一通故事是听着很好 可是有依据吗 我们这一路上山 可是有不少的发现啊 比如说赃营 我的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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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我的银子 看好了 这是今年新筑的银子 大理寺刚发的响 炸你呢 别动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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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我 我 怎么了 我叹过没舍 不是 什么东西啊这是 这麻粉薄 这麻粉人味道 真是 少卿到底在有什么东西了 就是蘑菇 做油菜还拐厚了 就是味儿有点大 有味道吗 没闻着啊 少卿您不是风寒了吗 闻不着味儿很正常 很正常 现在呢好点儿没 好多了 兵爷 走吧 等等 我刚才踩到几个赖上 一个连 两个 兵爷 你们几个没有踩到过吗 所以少卿你是真倒霉啊 没再说这个 你们看这儿 除了我们之外 还有人踩到了 少卿的意思是 是逃犯 那说明逃犯走的就是这条路 我们没有选错 走 好 这这这 少卿 少卿 要不咱们还是换一个人开刀吧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 怕我影响你们啊 不是 怎么会呢 要走没也就一个人 我是担心少卿你 你什么呀 疑心方生暗鬼 不用担心我 这儿 这儿少卿 少卿 少卿 这儿 这儿能上山 走 走 慢点啊 小心 爹 爹 快跑啊 快跑啊 快跑快快 开 闪开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孙盟 王妻 阿里巴巴 陈石 你们去哪儿了 王妻 王妻 陈石 你怎么在这儿 快下来 下来 这么高干嘛 这么长时间一直都是你陪着我 你是黑了一点 你也碎了那么一点 但是 没有你的话 我可能也就走不到现在了 你 你怎么了 你怎么哭了 什么 你要走了 你不想再做一朵乌云了 我 女人 她行好事 莫问前程 原来这句话 你也记住了 父亲 母亲 你们从来没有怨过我 是真的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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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你可不知道你了吗 就剩你们几个 朋友 几个人轮到你了吗 也该我这个上次出马了 写什么了 朋友 小总成竹啊 摔一跤 摔一跤啊 你敢与我近身相搏 你不是一般的游泳气呀 少废话 别拿枪拿枪 放马过来来来 后边 上 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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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根本打不过 打不过你还选摔跤 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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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力严肃带死 什么事 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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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呀 我叫陈时的时候 你没少偷看吧 就让他发现 我的扩展还反智 你偷下了不少功夫啊 真可惜 皇亲落败 下一位 阿里巴巴 你选什么呀 君子六爷 丽月舍与叔叔 丽月叔叔你也不懂 近日 我久与你 交量一下 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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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笑笑戏 错了 这个时候说这个不吉利 预备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加油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加油 阿里巴巴 加油 阿里巴巴 加油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有饭 老人 小娘 老爷 强 老爷 老爷 你给我 什么 你不会不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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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犯重案入了死囚牢 现如今估计已经死在牢里 所以那里是块无主之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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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